为了推广花莲县绿色运聚友善环境 县府拨用了177辆的公务电动机车 作为各乡正式村里长的公务实用 3月21号电动机车抵达卓西乡公所 由厂商交给公所 县府期盼借由公务车辆提升村长为民服务的效率 与县府携手合作落实各项基层服务 进而推动县政发展 为了推广花莲县绿色运聚友善的环境 县政府宣布拨用177辆公务电动机车 作为各乡正式村里长公务实用 3月21号电动机车已经抵达卓西乡公所 由厂商将车辆移送给公所 县政府期盼借由公务车辆来提升村长为民服务效率 与县府携手合作落实各项基层的服务 进而推动县政发展 一千公里四千公里 如果没有骑那么多的话 你就三个月 第一次三个月之后没办理 各乡正式村里长与花莲县政府团队 起手同心 让县府的政策以及各项基础建设 更加的落实 无论是平日及时反映地方的民意 以及在天然灾害侵扰时 协助民众撤离以及避难 365天全年无休投入为民服务的工作 处处都能看到村里长服务乡里的身影 未来会积极打造低污染交通工具使用环境 布设充电网络 以其提升骑程电动机车电力补给的便利性 建构花莲低污染交通运具优质环境 来提升花莲洁净空气品质 记者高双双主席相采访报道